不少长辈友都会交代孩子们 地上如果有红包 不要轻易的捡起来 有相关的这个习俗 以及信仰 那没想到呢 现在在这个南投 竟然有地上都是红包 包括说这个ATM 不管是超商的或是邮局的 都有这个红包在地上 那结果呢 仔细一看 竟然是这个警察宣导 想出了这个KUSO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红包呢 贴在地上 那一般人呢 可能想说 有钱掉在地上要上去捡 发现说上面有留一些字 要跟民众来宣导 红包的钱 就自己留着花 不要送给诈骗集团 汇款钱呢 务必查证 小心确认 就是要提醒民众说 如果你是来领钱 或是来汇款的 一定要想清楚 是不是有确切的买家 或是有确切的投资标的 不要轻易的呢 把钱给汇出去了 那警方表示说呢 这个创举 是想要吸引民众的目光 不过最重要的是 要传达阻诈的讯息 希望说让民众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那同时呢 警方也呼吁 如果在新年的期间 有提领到大笔的现金 其实呢 是可以申请警方 来协助护钞的 那另外 在外面出门的时候呢 钱财不露摆 保持小心谨慎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